民主派召开记者会 说港澳办和中联办批评他们拖延会议 是干预立法会事务违反基本法 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或者提抢 提示一些人要采取一些行动 其实这个是完全不恰当 也有失身份的 有人是完全将基本法22条置之不顾 22条清楚说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 也都包括其他地方的政府 均不得干预特区政府根据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 昨天的这份声明 我们看到的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两个部门 似乎是他们在说三道四 网家评论 也都是他们自己违背了基本法里面 清楚写明的原则